你才竟在运通 同志们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 那目前为止的大盘 它的结构性还是没有改变 那只是说肋骨轮动 之前的话主流放在所谓的电子跟贵买指数 那昨天的话轮到所谓的航运 包含所谓的生计 那今天呢 今天的话变成传产 一五类除能干液股比较强 钢铁类股比较强 那之前的一个主流长多了 就会进行所谓的修正 震荡整理 那这个地方其实 你要稍微冷静一下想一想 未来要该怎么样来因应 这个大盘未来的一个变化 大盘未来挑战一万八千点以上 挑战所谓的前高 严老师的看法没有改变 因为目前为止的量价结构 完全符合到现在 我们所看到的主流跟非主流 电子跟传产在做轮动 以今天而言 大盘在高档区开出来的盘是 两点第一盘承接盘 尾盘的话有做出一个拉抬的一个动作 本来这个盘中下跌168点 尾盘的话大概有点收敛 成交量的话还是维持在3100亿附近的话 它的一个成交量并没有萎缩 并没有萎缩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盘 昨天创波段新高补量上攻 今天的话对不对量也没有缩 还是维持在所谓的区间 这个区间可能未来走的时间点的话 大概这个礼拜会走所谓的区间 明天可能还是会震荡整理 但是还是属于一个个股上面的一个表现 贵牌指数拉回是第一天 对不对 昨天创新高 原则性它比较强 电子股的话拉回两天 跟大盘是一样了 航运的族群对不对 今天虽然说有拉回 但是它有创高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 航运在所谓的二分之一的位置区 它做出一个多方抵抗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拉回 可以持续的去找买点 那老师测标也跟你写的很清楚 写了两遍 拉回要赶买 拉回要赶买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好 那未来的话这个操作要记录到一个原则 手中的持股一定是要强势股 强势股 要做所谓的波段的一个操作 如果说你现在是空手的 我建议说你是要看准了以后再出手 一定要去买这个主流标的 不是说今天长这个你去追 到时候明天这个主流换了 你又被套牢了甚至说你去追 有时候这时间的话会拖得太长 今天AI概念股 我看了一下 大概已经有两个礼拜了 这个很多分析师他放弃了 他也不会去讲 那没有放弃的就在拗 因为这个真的我们看一下很可怜 我们看一下好了 这个叫记家 你有看到他很强势吗 这证据会讲话 你有看到他很强势吗 没有吧 是不是 落不八基的 那这种股票还有机会吗 我认为他会持续破底 你手中有记家的 你自己小心一点好不好 还有这档股票 投资人问了最多的 3231的伪创 之前沾上100块钱 每个人都跟你讲 这个快要喷了 这个快要喷了 带你去摸底 这个底部还有更底部 这个股票市场那边 残忍的一面就是这样子 你看不清楚方向 你认为100块钱是不是 跳空大涨 现在倒行反转又往下 又往下又往下 我预计这个前波低点 在这个礼拜会直接灌破 你不要再跟我讲说 这个地方拉回是买点 你有那么笨吗 你智商有那么低吗 100块钱的时候 等下跟你讲 站上100块钱转强了 现在又跟你讲说 这个低档大减便宜货 这叫空方走势的股票 低点还有更低点 投资人真的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你去操作那个AI 你到底是赚钱还是赔钱 你很清楚 我在节目里面 三声五声地一直告诉你 你做不赢 你做不赢那些大户 你们老是只是说 掌握你这个心理 你有AI 你希望AI的股票会长 那个穿皮衣的 对不对 三刚不够 时下就往台湾跑 一下吃牛肉面 一下吃小笼包 对不对 干嘛 在宣传嘛 然后自己在卖 是不是 我听说他自己在卖 这很夭壽 我们知道AI是主流 那有什么样 你买的股票到底是赚钱还是赔钱 这个才是重点 对不对 那你说买到这种股票 能不能够赚钱 当然可以 这个不是说什么题材发酵 所以说你判断股票 我觉得你如果说都是用 基本面 技术面去判断的话 你不会赢啊 你最简单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出现了黄金交叉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补量上工 量代表什么人气嘛 所以说股价就直接冲上去了嘛 你看到这档股票的人 你不管是买在第一根 还是买在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你都还是赚钱的 是不是 那你就随便卖掉好不好 随便卖啊 是不是 钱就进口袋了嘛 这操作有这么困难吗 那相对的 现在有没有在低档区 可以买的股票 当然有啊 这支股票请你注意一下 来 开盘价今天35块 9毛钱 直接亮灯涨停摆 我请你去注意 注意 为什么要注意 这是底部起涨的 好不好 底部 底部起涨的 低档起涨的第一根掌停板 你如果说你要做它的话 老师不建议说你要去追 你可以利用拉回的机会买 你看我在节目里面 我都跟大家讲 涨高不要去追 拉回找买点 我这样子跟你讲 你要去接受它 如果说你每一次操作 你都是用追的 我跟你讲 那你不会成功 万一对不对 明天开高走低 你又说老师我套牢了 那你为什么不等它开高走低 下来你再去买 成本也比它便宜 最近都有一些新的股票出来 对不对 这个也是底部的 松的一样 之前没有打开 今天打开给你看 对不对 今天创新高你就可以卖一趟 可以先卖一趟 我对于大盘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始终如一 我认为目前为止 大盘进入到震荡 连洗盘都不如 现在走区间要震荡 时间转折 未来还是会这边 所以说方向你要看准 逻辑你要去做出判断 对不对 我这样讲对不对 我个人也非常强调 大盘一定要分析得非常准确 个股的分析 一定要找那种强势股 对不对 今天航运类股 有没有续墙 有 大概只有两档股票 是连续涨停板 一档是哪一档 叫星星 今天涨停板还锁了34,000张 另外一档股票叫自信 锁了4万5,000张 也就是说你操作自信的 股价有连续性 红三兵 你操作这个星星的 股价红三兵 创新高 你有连续性 我非常怎么样 珍惜严老师 非常珍惜跟大家的一个缘分 航运类股 全新的标股 2605的星星 我早就送给你了 我早就送给你了 是不是 我跟你讲 你能够布局成功 未来就直接爆充 连续三天大涨 只要60秒之内电话波通 现在有没有震撼全市场 很好笑 我那时候送这边资料给大家 老师这边会震撼全市场吗 今天有没有震撼 其他的航运类股都不会涨了 2605的星星有没有续涨 有没有续涨 有续涨 资料在八月底就送给你了 你可以充容的布局 你可以直接中压 这是昨天的星星 这是今天的星星 是不是 你说要不要卖 我今天正式回答你这个问题 好不好 我认为 你如果说你做的比较短的话 你卖掉当然是就赚钱了 而且很好卖 但是如果说你是做波段的 你买的价位比较低的 你买的价位是很低的 我这边的建议是说 你可以做波段操作 我认为未来还是会上 比较建议说你做波段 你一定是买的比较低 我先讲 如果说你是最近才买的 我跟你讲 一个震荡整理回来 你会受不了 这个就是散户跟一般操盘手 这个逻辑上面不同 我们买一定是买底部起长 甚至买在相对的一个低点 投资人都是看电视 看到第一根第二根第三根 对不对 他才会去追 那投资人几乎都是做价差 对不对 我们再来讲我们手中有的好了 这张股要育民 我们手中有 从这一天开始跟你讲 外资法人投信都在买 然后股价昨天创新高 有没有 今天的话来开高走低 老师你怎么看 我们看未来好不好 未来会不会涨 我们慢慢看 股票的验证 不是三根涨体板创新高就可以了 绝对不是这样子 未来我会慢慢的验证给大家看 但是本节目仅供参考 你不要想太多 那我们操作上面一定有证据 我们拿昨天的解讯给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来大家复习一下好不好 三级会员普通特别单股都有 目前为止手中都还有 我没有卖 我没有卖 我认为这档股票是第四季 破断大黑 严老师感恩 我卖我一定会通知我的会员 但是我没有办法通知你 我先讲 这种底部成型的股票 我先讲你买太少了 未来涨上去 你会堆心肝 你知道什么 这个破洛迪海指数 比迪海指数还在涨 如果说你去比较一下 你就知道 航运类股目前为止未接 相对性的在低接 那有人说老师 这个巴拉玛运河 对不对 塞船 那船要怎么走 还有一个运河 你再去看一下报章杂志 他还是要走海运 因为陆运的话 目前为止 这乌尔战争 我都走 本来空运的都要改什么 改陆运 现在陆运又 搭车你知道吗 我都走 现在就要走海运 海运的话巴拉玛运河 是不是 又堵车 那现在要走另外一个运河 你去查一下资料 你都知道 所以说未来我跟妳讲 这个BDI指数也好 这个散装货人 包含这个货柜人也好 我跟你讲 今年的行情跟你想的会有点不大一样 如果说你验证严老师的航运类股 我跟你讲 你的验证跟你的赚钱完全是两回事 完全是两回事 有一些股票涨多了他会拉回 如果说你再不上车 他又涨上去 我举这个3588的通家 跌无可跌了他开始涨 连续涨四根 老师这个最近在拉回 然后今天又飙上去了 对不对 没有错吧 对不对 所以说股票市场里面永远就是有机会 那现在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不是在传产 他有机会在航运股的拉回 跟电子股里面的个股表现 这个很重要 我明天会进场一档股票 我先预告六开头八结尾的 六开头八结尾的 如果说你要参与的话 严老师非常欢迎 但是一定要保密 很多人在资料股票拿到 就到网络上面去宣传了 代表他很厉害 他知道老师明天可能会进场哪一档股票 我们这次保密 保密 完全进入到所谓的保密条款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是六开头八结尾的 全新的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是属于一个低档区 底部开始起喷的 所以说明天我们通知的人 很有限 如果说你是有缘人 我们就会通知 就像之前 这个11月29号 我说这个股票6789 拉回你要注意 开放黄金60秒 验证了 强棒初级 一直涨创新高 验证了底部买的人 逆转胜 产业有没有翻转 老师今天拉回 涨多拉回没有关系 你免惊了 拉回6块钱 涨了这么多 你说老师 拉回6块钱算多还是少 你自己看 这个股价从200块钱 涨到现在300块钱 这个价差100块 老师你还有没有债 我在 我先讲这样 我还在 但是未来的操作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你也不要去追 我相信你看他 长那么多了 你也不敢追 你不敢对不对 我知道投资人的习性 但是我们碍于 这个法规的一个遵守 来6789的财运 本节目仅供参考 你不要再追了 你不要再追了 你当时候 你只要打一通电话进来 我的财运就送给你 那当然有人说要重压 有人说 那我就买个一张 都可以啦 你们高兴就好了 涨那么多了 对不对 要不要回党修正一下 要嘛 今天回党修正六块钱嘛 我跟你写 洗来这边好了 对不对 未来我认为还是会涨 这操作一定有证据的 我先讲 两级会员 来尊荣跟清代 连续量增长停板 底部起涨的 尊荣 清代 彩玉 有没有 来 再看一下 这个也是财玉啦 两级会员啦 是不是 那2465的立台呢 立台今天再上破断新高 老师你有没有 目前为止有 明天开始进入到保密 我相信我的会员都在看节目啦 老师的股票也不多啦 来这个立台 今天都还有 明天我搞不好我就卖掉了 就通知我的会员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就没办法通知你啦 这简讯一直到11月30号都还在 好 那明天我们有档新的股票 今天你看到电视节目的 如果说你想赚钱 你又想买一档全新的 底部起涨的一个标股 我今天会开放给你 我希望说一档股票 能够翻转你的人生 你等一下电话直接拨通就可以了 我希望明天这档股票 六开头的 八结尾的 一个六 一个八 八结尾的这档股票 能够改变你的命运 来 这档股票可以直接翻转你的人生 你现在直接电话拿起来 完成登记就可以了 电话拨通了 这档股票明天会带进 电话没有拨 明天不会带 因为我们采取预约登记的 先让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赚钱的一个乐趣 电话打通了先恭喜你 好不好 今天严老师最大诚意 买1加6全部VIP 买1加6全部VIP 明天一档新的股票 六开头八结尾的优先进场 今天打电话进来 老师最大诚意 好好把握 打电话 进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乾坤 文明头库 严分医师 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 松阜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飞机继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就算线 022321